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持续的focus 美国加州的治安亮红灯 首先是Orange County 菊郡 有一个热门酒吧 在周三晚节又出现枪响 是一个退休警察 他为了对谈离婚中的妻子开枪 闯入店面滥射 三人死亡 六人受伤 而北加州旧金山有一个绝世俱乐部 因为街上毒品泛滥 街友问题严重 窃盗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被迫调整营业时间 白天享受节食月 当然氛围会很不一样 不得不提早打烊 而旧金山整个市区街友越来越多 现在旧金山有8000个无家可归的人 其中超过4000人睡在街头 但是旧金山法院裁定 不得清除街友的营地 旧金山市民数百人抗议 市长也站在市民这一边 美国加州只剧当地一间热门酒吧 周三晚上惊传枪响 造成三人死亡 六人受伤 随后枪手被执法人员击毙 根据调查这名枪手是一名退休警察 前往酒吧是为了向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妻子开枪 妻子的下额重担在周四已恢复意识 不过当时同行的友人当场死亡 当天晚上奥玛丽和老友也在酒吧的户外野餐区喝酒 没想到却成为两人饮酒畅谈的最后一页 后方的枪声 不断传来 奥玛丽只能奋力的向前跑 最后躲进厨房把门锁上 随手抓起平地锅防身 美国加州治安每况愈下 其中过去繁荣的科技重症旧金山 更因犯罪猖獗企业纷纷关闭 老牌百货诺德斯特隆也在今年宣布 撤出在市中心的两家分店 就连相较之下叫习惯动荡 旧金山治安最差的天德隆区 当地的店家也已经忍无可忍 这间爵士俱乐部的业者 表示路上皆有问题严重 吸毒者群聚 几乎每天营业都会碰上问题 去年店里遭到破坏 被抢劫了数小时之久 上周末也有人闯入 在光天花日下把电脑偷走 尤其到了晚上更是噩梦 因此现在打算调整营业时间 早点营业和打烊 让员工和客人都能安全一点 即便白天的爵士月远出 和熟悉的神宴场大不同 但眼下也别无选择 业者只盼当局也能试着解决问题 旧金山皆有问题 常年未解 周三数百名民众聚集在 旧金山联邦上述法院大楼外 抗议法院禁止旧金山市 清理皆有营地的命令 当天旧金山市长也在场 以市长为首的反对方表示 这项尽力比欠实际 阻碍市府解决问题 如果皆有拒绝接受安置 也该有相应的弹性 制定应对方案 旧金山目前有约7800名街友 其中还有4400人碎在街上 然而最新数据显示 收容空间已92%满 无家可归者联盟则表示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足够床位 就不该强制清除营地 目前最后裁决 还要几个月才会出炉 不过双方已就针对拒绝安置者 可以采取执法行动达成共识 TBA新闻总和报道